本地兩個建築維護工程項目 紀念夥伴市區重建局獎項 肯定他們為維修保護工作 做出的努力 國家發展部第二部長李智生 今晚主持頒獎禮 榮獲舊建築修復工程獎的 是位於東美哥 擁有90多年歷史的淡馬溪電屋 經過一年半的翻新 電屋內新增了10米高的 植物牆和空中花園 另一個特別提名的項目 是澳南路的住宅市電屋 自然採光和通風設計 讓它成為低能耗進駐